近一段时间,减税成为了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,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大规模减税。 减税呼声越来越高,但减税的消息还没等到,企业家们先迎来这条消息。 2019年起,企业社保成本获得增百分之三十,很快,社保将发生一个大变化,将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 根据中办国外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,从2019年1月1日起,将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商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 专家分析,这将大幅减少企业不交权、不按时交、不足额交社保费等不合规行为,履行社保费缴纳的法定义务。 但是,根据国内最大的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51社保,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,社保缴费基础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.1%,低缴社保费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。 那么,在大量企业未能按时足额、缴纳社保费的背景下,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,这些企业会面临什么情况呢?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德华表示,据其粗略策赞,质疑政策至少将增加企业30%成本。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则写是,从2016年开始, 中国企业社保合规的压力增大,技术合规的企业比例停滞不前,甚至略有下滑,技术合规企业比例从2015年的38.34%下滑到2016年的25.11%,降低了13个百分点。 2017年技术合规企业比例继续下降,仅为24.1%,为何社保合规企业比例如此之低? 据了解,我国社保费率占企业成本较高。 大体来看,我国雇主的社保缴费率,合计在30%以上,高于日本、韩国和东南亚各国。 广东某种小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赵先生告诉记者, 我们公司用人成本中,社保成本占20%以上。 这几年虽然有降费政策,但费率下降比例上,而缴费技术上涨快,总的来看,社保成本还是在增加。 社保费征收部门明确后,企业的抱怨也随之而来,明年其企业社保成本必然提高,从而加重企业负担。 看到这里,很多网友们会不仅好奇的问小瑞,虽然企业社保成本上升,但是这对企业员工应该是好事吧? 那下面我们先来算一笔账,与上海为例,上海无险一经个人缴纳10.5%,企业31%,一共41.5%,也就是从2019年1月1日开始, 一个1万元工资的员工,个人需交赞1050元,企业需交纳3100,一共合计4100元。 实际上1万元招聘的一名员工,拿工资那天这个员工只能拿到首8950元,但企业要付出用工成本13100元,之间差额的4150元就都被收走了。 仔细一算,这笔账很恐怖,明年其企业社保成本必然提高,从而加重企业负担。 或许会让那些已经命悬一线的中小企业进一步加剧生存风险,企业员工待遇自然也就会随之受到影响。 所以,明年起不少员工则有体验到手工资减少的心理落差了。 针对上述情况,广东某中小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赵先生,则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来密不留宫的心理落差。 比如减少个税,从而降低员工到手工资的下滑幅度。 从企业层面来讲,税保降费空间不大,因此希望国家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。 同时,税收优惠的条件更公开透明化,减少企业引擎成本,让企业无需花钱请代理公司。 所以,话说了一圈,还是转回到了企业减税降负,这个问题上来了。 企业机械呐喊,不下决心减税市场就不会有信心。 8月10日,国务院召开将成本减负单,专项督查做谈会。 江苏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西培做了发言,他认为,单前经济、金融、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。 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,政府必须下决心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。 随后,蒋西培建议,短时间内,便刷爆了民情朋友圈。 他的方案很具体,不妨在这里罗列一下。 一降低增值税率,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%,10%和6%改为2%和5%,小规模企业,即营收在500万元期以下的,免征增值税,营收在500万到2000万元的,建办丁收增值税。 二将利息,纳入增值税抵扣,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,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,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,相关的仅项税不能抵扣。 若将融资费用也内入抵扣链条,将确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。 三将低企业所得税,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%,高新技术企业为15%,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,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%,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%, 四建议,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,勿减轻个人所得税负,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争点,由目前3500元每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每月,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,提高最低边际税率,减少税当。 六将低社保费率,建议养老保险,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%,5%和5%。 蒋熙培的这些建议,相信企业家们看了都会累流满面,而事实上,中国急需减税,则已经凝聚。 为社会共识,在新浪网一项关于大基建PK大减税,你支持谁,的投票活动当中,经败数投票者明确支持减税。 三权食品创始人陈泽民,三权食品创始人陈泽民,也赞出来为减税发生。 税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,减税将会鼓励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。 财富在企业家手里,会创造更多的财富,配置更多更好的税源,将有力营造好的社会道德和风尚,更好发挥中华民族赤苦耐劳。 艰苦创建的优良传统,有力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,最终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,国家越来越富强。 简设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,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。 如果您也支持简设,请转发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